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5月22号继续大家聊国史 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杨尚坤 毛泽奇发现六五年了他还在中南海晃悠呢 毛泽奇发了火了 最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就把杨尚坤 做了结论一样吧 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入 让他到广东去做省委书记处的书记 那么临行之前杨尚坤跟毛泽奇写信求见 毛泽奇跟他聊了一个半小时 亲切和矮 应该说呢就是更多的体现出了安抚 而没有批评他 杨尚坤自己也觉得挺意外 他觉得见毛泽奇的毛泽奇叔 得好好批评一下自己 是不是 自己做了这么多让毛泽奇生气的事 做了这么多坏事 哎没有 毛泽奇跟他在一起回忆了很多往事 然后这个还开玩笑跟他说 广东那么热 广东那么热 到那干嘛去 其实杨尚坤还怕热吗 杨尚坤本来就是 这这这这这就南方人 哈哈哈哈 然后这个 杨尚坤走以后 有一种 说法 杨尚坤跟毛泽奇谈完话以后 毛泽奇为杨尚坤的 为这个杨尚坤的事 还专门 告诉周恩来 还有汪东兴 说什么呢 说这个汪 这个杨尚坤的事呢 交给你们办理 就交给周恩来和汪东兴了 对 然后说说 关于杨尚坤 去广东啊 所有以后这些事 就你们俩负责 谁都不许插手 啊 谁都不准动这个杨尚坤 也不要为难他 不要让他感到 为难 哎 这是毛泽奇给 汪东兴 汪东兴那时候已经中办主任了 啊 和周恩来 交代的关于对待杨尚坤的基本的原则 那是什么意思呢 给你一种就是把杨尚坤保护起来的意思 你要知道 毛泽奇交代给 尤其交代给这个汪东兴的事 那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战小平 我把他命打倒的时候 包括战小平去江西 去踩那条小道 放着他妈大路不走 非得他妈踩一条小 小烂道 是吧 哎 包括去江西 你包括回到北京之后 后来第二次打倒 四五运动 天安门事件之后 第二次打倒 关于邓小平的生活 起居 所有这些东西 包括每天 啊 这个茅台酒的供应 一切这些东西 全是毛主席 亲自交代给汪东兴 让汪东兴负责 所以你看到战小平 他把王大命前 王大命后 这个两次被打倒 他的这个处境 待遇各方面的东西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毛主席 对他们的一种变相的保护 啊 变相的保护 啊 所以对杨尚昆 也可能杨尚昆 做中办主任 做了快二十年 是不是肚子里东西太多了 还是怎么的啊 或者说是毛主席 也能体会到杨尚昆 作为中办主任 啊 而那时候中央 还又分一线和二线 那么中办主任呢 一些事呢 可能呢就 也有他的难处和苦衷 是啊 这可以想象 啊 可以想象 比如说给毛主席 装窃听器这个事 你能说这是杨尚昆 一个人做的决定吗 你再给他三个胆 他也没这胆 是不是啊 吃了豹子胆 他也不敢这么做呀 是不是啊 这重庆人 他也不敢这么做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也可以说 毛主席应该说 在这个问题上 非常 呃 理解 杨尚昆 所以才对 汪东西和周恩来 有了这样的交代 不仅如此 一年以后啊 毛主席那时候 这个六六年的六月份 在滴水洞 在滴水洞不是 坐 待了十一天吗 毛主席在滴水洞 给江青 写了一封 特著名的信 就是从滴水洞 出了以后 给这个这个这个 给这个江青 写了一封信 写信之前 嗯 毛主席曾经 跟身边的人 说过这样的话 就在滴水洞的时候 跟身边的人说 说什么呢 说 说这是个好地方 就说 韶山这滴水洞 啊 说这是个好地方 以前杨尚昆 还和我说 等他退休了 就陪我到这来养老 现在他也自身难保了 哎 你看毛主席 1966年的六月份 跟身边的工作人员 聊起 说起 说起 发一通南海的时候 还提起了杨尚昆 还 还这样说 啊 还这样说 所以杨尚昆说了 等他退休以后 退休以后 就陪我到这养老了 如今他也自身难保了 哈哈哈哈 那么呢 在潮山 在滴水洞期间 毛主席又一次交代了 对杨尚昆的保护 明确交代 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说 他对不起我 我可要对得起他 杨尚昆的事 别人不要过问 谁都不行 嗯 毛主席当时 这交代的很严厉吧 应该说 杨尚昆的事 别人都不要过问 谁都不行 谁都不许过问 就交给了 交给杨尚昆 交给汪东欣 啊 并且毛主席说的话 说的多 应该说很透了 嗯 他对不起我 我可要对得起他 哈哈哈哈 应该说呢 杨尚昆呢 在那个位置上 在中办的位置上 尤其在毛大人之前 那几年历 政治啊 政治这个东西 它就是血淋淋的 就是残酷 啊 共产党的政治也一样 啊 你资本与国家政治也一样 澳大利亚 昨天晚上就 半夜的时候 基本结果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个新的总理就诞生了 啊 这个共产党就上了 啊 就是这么残酷 啊 就是这么残酷 澳大利亚的现在 给我的感觉呢 嗯 还没算出大格吧 还还不像 美国的驴像之争啊 搞那么多丑闻出来 无所不用其极 丑闻都 什么招都晚上上了 是不是啊 澳大利亚的小国 哈哈 相对美国来说呢 我觉得还平和一些 但是对于一个政党 对于政客来说 这不都是命运吗 嗯 这这就是残酷的 多残酷啊 这个东西 哈哈 啊 共产党也一样 啊 共产党 你像杨阳坤 坐那个位置上 面对着党内无派 千奇百怪的局面 面对着一二线的分工 然后还有路线之争 嗯 有的说 他不得不做一些事 不得不说一些话 因为你 你还是要工作 是不是啊 有的时候呢 你顾老感情的时候 那想想毛主席的东西 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 做一些对毛主席好的事 哈哈 维护 维护毛主席的事 但是事关他妈饭碗的时候 事关自己的仕途 虔诚的时候 啊 谁都不敢保证 你不做违心的事 不是那你 一件违心事都不做 一个 一句违心的话 都不说 你搞什么政治啊 是不是啊 啊 而恰恰是这个位置的人 其实你想 从古至今啊 无论中外啊 在中书行走的这些人 啊 荣 可以的吗 荣华富贵 达哥可以 荣华富贵 但要真需要政治动政 需要的时候 哪里 首先哪里祭天呢 我跟你说呀 是不是啊 哈哈 华皇帝说 我借你的脑袋用一下 哈哈哈 是不是啊 所以有一种说法 说是杨胜坤文革十年 扭金无险 嗯 到后来基本就是扬起来了 就是扬起来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说是什么呢 应该说是毛主席 对他有过特殊的这种 关照 否则的话 杨胜坤的日子肯定特别难过 肯定特别难过 刘少奇连彭真都能舍 那自己的自断 自费手足握的等于啊 啊 何况你杨胜坤 一个半世之人 是不是啊 所以有人说杨胜坤之所以文革十年 能够 平平安的过来 到后来他把这个参加欢迎团 然后最后还 甚至当过国家主席什么的 是不是啊 啊 还有杨家 杨家将什么的这些东西 是由于什么 是由于 毛主席当年 有过这种关照 所以他才能平平安安的 度过文革的岁月 那杨胜坤后来呢 我们看了杨胜坤 杨胜坤下台之后 去广东之后一个月 十二月份 不到一个月 十二月份的时候 哎 彭罗路阳的罗不就倒了吗 罗瑞卿就倒了 上海会 紧接着 田家英就自杀了 田家英那个时候 中办的副主任 杨胜坤的副手 田家英我们 我们过去天就要讲 田家英这个事 然后呢 王大明之初的初 在中南海 抓出一个 所有的中南海的叛徒集团 里面都有谁呀 啊 康一敏 就是周恩来那个机要秘书 后来好像做过 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差不多 好像是 康一敏 然后刘二七 邦是主任 刘二七 那机要秘书 那吴震英 没有问题 前两天说过 还有谁 还有中办的这个机要室主任 毛主席的大门 叶子龙 都当时 当时都是中南海叛徒集团的成员 然后不就文革 然后不就文革不就轰轰烈烈烈的就开展起来了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 杨尔尔坤 杨尔坤 他的政治生命发生了这样的转折 而这个转折的过程中 毛主席关于杨尔坤这个人 有过这样的礼仪 有过这样的专门的交代 杨尔坤 开始了他的 这十年 就是犹豫于政治生活之外的 这种 养老了吧 算是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 按官方证实 杨尔坤的这个 十年文革 基本上就是 官腔了 就官腔了 我觉得杨尔坤的秘书 他的秘书这个 关于杨尔坤 跟着杨尔坤一直走了 文革岁月始终跟着杨尔坤 他后来关于这段岁月 他写了 每个地方杨尔坤的基本情况 大致写了一些 我觉得可以 作为一个 基本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脉络吧 可以 分享给大家 基本的东西 基本的东西 那么 秘书怎么回忆的呢 秘书说这个 1965年的12月10号晚上 十点多 他就陪着杨尚坤 一起 上了火车 北京 在营站上了火车 是家挂的一节公务车 就正常的 客运列车 在后边挂一节挂一节车厢 就是杨尔坤的 公务车 去广州 杨尔坤当天的日记里是这么写 说感慨甚多 非言语所能表达 还有一句 最后的一句当天的日记写的是 16年的北京生活 今天开始变了 一切只能等时间 这政治家 这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 一切只能等时间 他不是说 哎呦那我就退休了 说哎呦那我天天又命了 或者怎么 我就白白的跟政坛呢 或什么的啊 告老还乡啊 不是 他说一切等时间 哎 这个 你看杨尔坤这种人 他能日记里写这样的话 这都是大有深意的 大有深意 一切只能等时间 什么意思 就是政治人物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他去 他就需要你去休息一下 有的时候就需要你出身 哎 有的时候就需要你休息 哈哈哈哈 朱克夫1945年 啊 红场阅兵 战胜法西斯 那朱克夫 和他那个陪着他 两匹白瓦 啊 那 巅峰时刻 是不是 然后呢 走过来跑过列宁目 去检阅 三军 哈哈哈哈 那朱克夫那一生 那真是他妈顶脸 后来给赫瑞翔夫 实际做过方部长 是不是 然后需要他的时候 赫瑞翔夫让他把 动用空军飞机 把全国的波网委员 接到莫斯科 然后呢 把马林哥 搞掉 什么的啊 嗯 保住自己的位置 哎 但是保住了之后 他觉得不行 妈的你 你我让你这么干 你干 那是万一别人 也让你这么干 那么你也这么干 你怎么办呢 干脆 就需要你住客户 休息了 那好了 你就不能都 当国防部长了 退休吧 你就 然后呢 说他走的时候 比较轻 冷轻吧 当时也都打招呼了 不让大家送 挺敏感 然后那个 说当时呢 杨上坤的中央书记处的 后股书记这个职务 还没宣布撤销呢 所以呢 各个地方 地方上的同志 对于杨上坤 这为什么到广州 广东去 什么内情 也当时也没传达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杨上坤这一路上呢 还备受这个礼遇 哈哈 说各地负责同志 对他一如既往 都这么说 说这个 到了长沙了 湖北省 湖南省委书记 这个李瑞山 然后把这个杨上坤 就接到酒所 当晚呢 然后呢 还把同时在酒所 住着的其他一些老干部 比如王震哪 什么西藏工尾 那书记张经武 等等这些人 哎 东东都一起了 大家在一起吃夜宵 不亦越乎 然后说第二天呢 这个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张平化 那时候不在长沙 在刘阳 考察 杨上坤到了之后呢 第二天就赶回了 赶到了长沙 然后呢 见杨上坤 然后专门宴请杨上坤 嗯 这很好啊 是不是啊 然后呢 13号呢 12月13号就到广州了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 哎 赵紫阳亲自去接战 接杨上坤 并把 并且把这个杨上坤一直护送 到他下榻的广东省委招待所 小岛4号 小岛宾馆 现在就猪岛宾馆 大家知道吧 就猪江 这是猪江 猪江旁边有个二沙岛 二沙岛 嗯 二沙岛的旁边 就像一个江叉一样 东山湖吧 连着东山湖 对 然后呢 二沙岛旁边还有个小岛 那个岛 就有个猪岛宾馆 当年那个猪岛宾馆可不得了 现在猪岛宾馆好像也都开放了嘛 四星期还五星期都要基本开放了 你花钱就可以住 当初呢 可不是 当初呢 是广东省委的这个小岛招待所呀 那些类似于什么就是各个省的国民馆 类似于这样 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在这就建了一个个别墅 有一个主楼 后来建了个主楼 现在去那有个主楼 然后还有还有剩下 外周围是全是那些个别墅 五十年代建的时候就叫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 很多领导人到广东的时候都在那住 都在那住 叶剑英啊什么 叶剑英挺喜欢的 老家嘛 每次回基本上都住那 什么多了去 你包括习近平的爸爸什么 习荣勋 习近平到广 没平反之前的时候 七八年去广东 做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什么的 那时候有个带家属 也没正式平反 就都在小岛住 就是宿舍了都成 许司令 许司令八大军区对调 从南京到广州 也没带家属 他也不喜欢广州 说他妈广州资本主义 花花世界 也没想常呆的意思 在那是打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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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约自卫反击战 这个许事有在广东期间 基本都是住在小岛兵馆 很多人 包括杨胜昆 你看包括杨胜昆 这个小岛兵馆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很有名 因为一到春节的时候 北方冷 中央经常有说 到春节前后的时候 很多中央领导 就都跑到广州去了 跑到广州 一般都在广州过年 然后有一些会议 就都在那开 你像林彪五九年 接儿彭德怀的之后 六零年年初的广 在广州 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是不是 什么的 就都在广州 吃的也好 气候也好 对 那个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小岛兵馆不得了 小岛招待所 装来七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 建议吧 应该说是建议吧 装来建议把小岛招待所 改为珠岛兵馆 这珠岛兵馆 这个发兵 这命名权 是归装来的 然后装来还请董毕武 这是元老 共产党元老 还请董老给珠岛兵馆 提过名 提过这个兵馆的名 后来就交给广东省委 还有省政府 然后这个 国家跟党国家领导人去 做招待机器 现在开放 应该说现在都开放 那么呢 赵紫阳把他接到那去 然后呢 到了之后没几天 就开始下去考察了 这杨省官就做广东省委书记 书记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在这个期间 赵紫阳啊 对他也都很客气 然后呢 中南局的第一书记 这个陶渡 以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然后中南局第一书记 还接了国务院副总理 那个时候 他参加完上海会议之后 六五年年底 参加完上海会议之后 回到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 就就就就就 就就来这个小岛 就看望这个杨上坤 然后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的情况 告诉卢瑞卿被整了 卢瑞卿被倒了 怎么怎么个情况 然后那个时候 在广州呢 还有很多老干部都在那休息 年底了嘛 六五年年底 天了 董老 叶剑英 陈老总 贺龙 什么的 聂荣真 李先念 什么张志忠 党外人士 赛福顶 什么的 波一波 很多人 那时候 胡耀邦 那时候这年年年底 还都在广州 广州猫东 所以杨上坤去了以后呢 都跟这些人都见了 大家也都都很客气 都挺好 这是他到了到广东那一路 离京之后到广州 那么到了广 在广东期间 到了66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516通知一下来之后 那么呢 5月22号 逃住 赵四阳 来到了小岛宾馆 然后向杨上官就 传达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个决定 就是说 告诉杨上官说 把你撤了 把你这个 中央书记处 候补书记给你撤了 然后呢 说你这个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 书记的职位也给你撤了 又给你一个新职位 让你到赵庆地委 当地委书记去 你就到赵庆 七星岩那个那样 说你改任赵庆地委书记了 成了厅记当 让我 杨上官呢 也都接受了 我就我犯错了 我犯错了 我就听中央 愿意接受中央对我做的任何审查 没问题 做什么都行 做现任书记都行 哈哈哈哈 只要不让我当一把手就行 嗯 一把手得拍板 不是啊 我这犯错 我不能当一把手 嗯 那么 第二天说完之后 然后这赵庆的地委书记 嗯 然后就就就就 来来看 杨上坤来了 然后欢迎他到赵庆去 哈哈哈哈 然后就接到赵庆去了 让他在七星岩 七星岩那休息了几天 啊 这个 后来杨上坤就给中央提提要求了 杨上坤就说广东太热 毛主席说呢 是吧 他就给中央提说广东太热 不行我在北方待久了 能不能别让他在广东 能不能我调到北方去 毛主席当时不让他 啊 说过吗 黄河流域 哈哈 珠江流域搞完 到黄河流域 然后他就跟中央提出 能不能给我调到北方去 最后中央就 给他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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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任杨上坤 从广东赵庆地委书记 改任山西省 临坟地委书记 哈哈哈哈 这杨上坤在广东 就待了这个半年吧 就改任 山西 山西临坟地委 山西临坟地委说的 嗯 那么 1966年的五月底啊 这个有广东省委秘书长 马 马府和 还有广东人民医院的医生 那专门护送都是 杨上坤 那就在那个那个那个特一列特块上又加挂了一节公务车 就去了山西啊 到石家庄下车 从石家庄去太原 然后山西省委书记 副省长 秘书长什么都出面接待 并且宴请都很都很快 然后呢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魏恒啊 从北京赶回到太原 传达啊 他在北京期间的时候 周恩来邓小平啊等等人 同他谈话的情况 决定杨上坤暂时这个安置在山西 不要回到北京 当晚 然后呢 杨上坤呢 就就就就 这个 在太原就看到了 山西省委给他传达的 中央关于陆定一和杨上坤错误问题的说明 然后杨上坤呢 就说那我能不能去零份工作呀 道着道着 不行不行 你先在太原待着吧 给你介绍介绍太原的山西的情况 农业情况什么的 等等 他就在山西啊 开始了 山西的一段日子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明天我们继续聊 谢谢大家